大家好,又到了0578电饭煲系列的时间了 电饭煲除了可以煮饭之外 还可以用来炆东西、焗面包、焗蛋糕 甚至煮炖汤也很好吃 大家都以为煮炖汤一定很大阶段 很多功夫 接着我以下的步骤也可以煮到很惹味的炖汤 材料方面我们有椰菜 这次我选择了一些好惹味的海味 有瑶柱、蚝豉、虾干、冬菇 还有少许火腿用来调一调味 还有些干葱 首先我们将干葱轻轻切碎 然后加入少许油 爆香干葱 爆炒到薑葱微微焦黄和散出香气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冬菇去定切片或切条也可以 火锅轻轻切碎 椰菜我们在中间烫十字 让它更容易出味 好了,接着可以煮了 首先将炒好的干葱和油 放入电饭堡 然后放入椰菜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海味 譬如蚝豉、瑶柱、虾干和冬菇 加火腿去调调味 最后我们倒入水 用煮饭的程式 大概40分钟左右 煮好了 最后我们加少许胡椒粉和盐调味 就可以吃了 coração煮好了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